欢迎收看鼓声响起 我是紫燕 我是阿翔 节目开始前 先帮我订阅阿翔老师的个人频道 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任何一支刚上架的影片 好我们今天回到大盘 大盘一样又创新高 感觉好像每天都在讲同样的话 每天都在讲一样的话 但是我们昨天提到的红色 今天真的是正式的走上的千金了 布上千金的红毯 其实这一波 我还是老话一句 不要一直去看指数 看指数那真的不重要 你看以前12000 12000 682 对不对 是 那么多年的高点过了 然后有人就从13000开始担心 14000开始担心 然后甚至有人从15000开始放空 16000 17000 18000 现在19000 会担心的一直在担心 对啊 然后呢 都觉得别人现在买是傻瓜 哦 有些人的确会是这样讲 他会觉得 你现在买之后就变韭菜 嗯 然后一直说这个指数背离 有时候多头的格局 你知道背离次数会一直不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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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出现 所以好朋友 还是听阿翔老师一句劝 嗯 当你当你一直在觉得别人是韭菜的时候 别人啊 你说别人最高是韭菜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 现在手中不敢买股票的 反而跟那个敢买股票的 谁笑的比较开心 就到后面到底谁才是傻瓜 就像当初我一直举的例子 板桥江翠北侧三字头 这也看不到 我刚刚看到一个更扯的新闻 怎样 你知道央北啊 就我前阵子谈到那个新店的央北 喊到九字头 九字头 对啊 神经病啊 但是我们不会去说 这样做不对 听得懂意思吗 因为那个就是所谓资金一直不断的堆积出来 就像你拿三十年前的房价跟现在比 怎么比得上 所以同样的道理 你不能拿以前的旧观念 来跟现在的这个指数的状况 股票的状况去做比较 三十年前的主力业内 跟现在的主力业内 操作是非常非常不同 所以那个逻辑要先清楚 当然我一直在跟各位再讲一次 指数不重要 其实我也希望他回啊 回了能够买更漂亮的买点 但是他就是不回啊 因为他就是靠了台积电 是 所以在这样的前提之下 你与其一直在那边做弊项观 然后每天在笑别人说 啊你追高追高 不如自己跨出那一步 其实我没有办法 一直告诉你说 你不敢买的人 有时候他就是一直不敢 那也没有办法 能够改变自己的只有你自己 所以呢又或者是 你收看我们的节目 今天刚好有一个活动 对我们 我们不能改变别人 今天有活动 要自己改变自己 对所以我们今天有活动 我们愿意跟各位分享 你就看节目请你看到最后 千万不要一半就转台 你转台之后活动在最后 你看不到 对 来我们今天来谈谈IP 能源政策跟台积电好友 变千金 那IP股的部分呢 正式来谈之前呢 这个下方这个是什么呢 我们先把它关起来 回过头来 先谢谢所有按赞的好朋友 也谢谢所有留言的好朋友 你们的留言 你们的按赞 我都有看到好的坏的 小时绝对都会虚心接受 也很感谢各位 因为我说过我不是神 我也会有做错的时候 虽然最近做得很漂亮 但是终有一天 一定会有做错的时候 但是我也要告诉各位 我的习惯是什么 在这种像这种 大多头的行情之下 你那种做错的股票 当机立断停损 不要跟他废话 逻辑上就是这样子 那一直抱着舍不得的 一个概念 你就要去检视清楚说 这两个股到底有没有机会 如果未来没有机会 就不要再舍不得了 浪费太多的时间 是 我们今天来先来复习一下 先来谈IP IP当中我们先来谈APP 为什么要谈APP呢 因为我在3月1号 3月1号的节目 当天我们就有特别谈到APP 子彦应该都还记得 有 那时候我就特别讲到什么 我就说 这是叫做跌生的短线反弹 跌生反弹反弹上来之后 在这个位置上面拥有庞大的套牢卖压 你在这一天千万接下来不要去买 千万不要买 这是我那一天3月1号 特别跟各位所有的投资朋友 观众朋友强调的 有兴趣想要听完整版的 去看3月1号的重播 反正网络上都有我们的影片 YouTube上面我的频道 影片都在上方 你都可以随时要看重播 都看得到 随时欢迎验证 但是呢 我们应该回过头来去看 哇 今天3月6号 3月1号在这个位置 跳上去之后 哇 可能会有人 看心动了就追上去 但是当你格局看不清楚 筹码看不清楚的时候 你今天就很受伤 尤其艾普昨天还开了法术会 下午还说非常漂亮非常好 那为什么今天走这个样子 对啊 今天怎么了 这是筹码的因素 是筹码 没有 其实我从三大面向来跟各位去说谈讨 我们今天只是拿艾普当做一个举例 第一个部分呢 你看 先前我们跟各位谈过艾普筹码的问题 这是最近3个月 大股东的持股 红色的是大股东的持股 绿色的柱状体是每一周的总共股东人数 你有发现最近这一段时间股东人数一直低接 一直增加 这表示赏务就是一直低接 大股东的持股一路下滑 所以你才会看到我在节目当中 我一直在跟各位讲 艾普股不要低接 我艾普540 532 在所有会朋友全处获利出京之后 我跟各位说过 中长线它是看好 但是短线筹码乱 所以必须要等 所以有时候当你眼光放远一点 不要一直永远都只是在那边冲来冲去 你一直常常在做短线 这个就受重伤 就会是变成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常常讲 看筹码买现在 看产业买未来 不是只有技术分析 技术分析要参考 但是筹码也很重要 所以筹码的因素告诉我不能去碰艾普 在短线的身上 然后呢 我们这是第一个角度 第二个角度 你看我的Light 来 2月27号 其实我每天几乎都有写到IP股 我每天都在提醒 过去三个礼拜 每天都在提醒IP股 不要乱低接 好 2月27号礼拜二这一天 11点半 我说不要乱低接 AI的股票跟IP的股票 其中还特别强调IP股本坡进入修正 尚未见到明确的止跌讯号 所以我们来看3443的创意 2月27号 后面在这个位置 他来到这个位置 那时候呢 隔天哇稍微反弹 可能有人看到当下会觉得 老师你看不准 有时候这些我常常在讲 当你眼光看的是很短线 你就会觉得老师不准 但是你时间放长来看 你会发现 我们中长多的格局 掌握清楚 中长线的买点掌握清楚 你要先看懂大方向 细节我们再来探讨 如果说你大方向没有看懂 细节一直想要去弄弄弄 赚不到大钱 就像我常常在开玩笑的 大多头的行情 有一种 有一种人 很容易 大部分这种人都很容易 喜欢去拆转折 一个波段上来不是好几千点吗 有一种人做一种投资的人 他很喜欢一直去拆转折 一直要去放空 有一部分做期货的朋友会是这样 因为他大波段没有做到 他就一直要去拆那个 长高了下来 长高了下来 所以你就回过头来 我们来看 6806的升威能源 很多人告诉你他长高了 2371的大同 也有人告诉你他长高了 真的是这样子吗 我要先提醒各位 这还没有结束 这种量滚量上工的 这行情不容小觑 一定要记得这一点 所以我们今天 就像我常常有时候 我们会去了解 因为我们常常上电视台 才经节目 会去了解 这些来宾他们在谈什么股票 但是我们不会去说 落井下石还是什么 但是我们心里都会有一把尺 因为每一个人观点不同 我尊重他的观点 同样的道理 我们今天在节目上面 跟各位分享 IP股不要碰 先暂时不要买 买一点还没有到 一直不断的提醒 不断的提醒 所以你看这一波 最近一直在滴接IP股的朋友 是不是一路就很辛苦 就一直痴痴的等 然后好不容易看到 前两天IP上来了 又没有看到 如果又没有看到 我上个礼拜五那一集节目的 你是不是又反过来 再去追他 哇就今天中错 就会更辛苦 所以为什么上个礼拜 我会这样说IP的第二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筹码问题 第二个原因是什么 整个产业还在落 整个产业平均下来 它整体已经不强了 今天我们一家公司 一个产业 如果大部分的股票在涨 这个健康 就像现阶段那个什么 能源政策概念股 还是维持高姿态 然后大部分还是维持高姿态的墙 对不对 但是你看爱普 不是爱普 你看IP股票在这一波 是一档一档轮得下来 所以你怎么可能因为一档 当时候前几天爱普反台上去的时候 就说他很好 这不对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今天在解盘细节看得很清楚 短线反弹中线休息还没有结束 那你要先看清楚你才能够决定你的策略 就像今天有一位观众朋友在LINE上面LINE我说 很喜欢看我的节目 因为我们都会分享一些 股票的一个专业知识 还有一些这个做人的一个观念 那我其实我就直接回复这位观众 我说因为我们自己也有小朋友 我不希望我的小朋友长大以后 会不好意思说我老爸是分析师 你知道因为太多的老鼠屎 因为我不希望我们今天在节目上面是那种乱喊乱叫 随便乱扯 所以你看我的节目 你会发现我们任何的分析都有评有据 有会员持股的讯息都一定会给你看 证据会有原因会有逻辑会有 所以才会有越来越多的电视台找我上节目去当特别来宾 我先预告一下你 太无又没有办法在这边跟各位见面了 我又要去电视台当特别来宾了 所以也很感谢这些电视台的制作单位 愿意给我这个机会 可以让更多人看到阿翔老师 我也讲很坦白的 因为我也没有付费去买他们的节目 对不对 我没有付任何的钱 他们愿意找我都很到此的感恩的心 所以同样的道理 你加入我的Lite盘中小叮咙 我会提醒你对不对 就像你看在3月5号到昨天 今天3月6号到昨天我还告诉你 IP股继续震荡 虽然前两天爱普反弹 但仍然偏弱 其他都打到跌停 所以我不是对爱普有任何落井下石的意思 我看好他的技术 我看好他跟台积电3D堆叠的一个合作 我看好他未来很大的一个发展 但是问题是我说过 现在我还没有要接的原因是什么 我如果要讲的很白话的话 就是那些持有爱普的产物朋友还没有被洗掉 很坏啊 老师你怎么这么坏 不是股票市场耳于我仗 你跟我现在在打牌对不对 你现在手上有爱普我等啊 这就是赚钱的关键啊 所以你看到了昨天我还在告诉你他偏路 昨天全市场应该没有人像我一样告诉你 爱普目前还暂时不要碰吧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我还是再次老话一句 我不是说他不能买 但是我这只现在不能买 还要等等我通知 那如果说您是继续你还持有爱普的朋友 你看到这集的节目你不要生气 你就持续看我的节目 因为未来终有一天我低阶的时候也会知道 好 所以逻辑上就是这样 你看我们Lighter也会提醒各位 所以同样的好朋友 就像我跟各位讲的 我们愿意跟各位分享 分享正确的观念 也希望所有的投资好朋友能够理解 好 希望我们的节目欢迎按赞 好不好 继续往下看 然后Lighter想要收到盘中及时小叮咛的 请把我的Lighter的QR Code用扫描的 又或者是输入ID加入进去 讲快点了今天还有活动 来不及了 来能源股大方向顺着趋势做 短线涨多震荡整理量说都很正常 都很正常 最近整个立法院的工房站都围绕在电价 都围绕在电价 而且我要先跟各位讲 大方向大趋势 因为你知道现在为什么物价越来越贵吗 我举一档个股的例子 不要再举身为能 我举2371的大头好了 大同短线冲上来对不对 但是你要先理解一个重点 我认为大同在前几年啊 那个董监事改选之后 换了经营团队之后 大方向完全正确 他投资了一大堆的那个什么 能源概念绿能的概念 大方向完全正确 我就先讲到这边 先讲到这边 大同现在五十几块 我还记得在当年 你知道当年我们买一档股票 也是不到五十块的时候买 你知道那档是什么吗 是什么 一五一九的华成 华成 所以你要去理解那个逻辑 有时候我们不要去预测立场 大方向你要先掌握住 东西为什么越来越贵 有时候不是 都是政府的错 绝对不是 就像我们刚刚来的时候 还跟小 这个我们的美丽的主持人 跟小编在讨论 讨论什么 然后现在去外面那个百元减法 对 你不只吃饭都涨价了 像百元减法 连百元减法也不是百元 对 也都不是一百了 所以理解那个概念没有 这是世界的趋势 所以世界趋势对了 就会对 好 所以我们这个顺势做 顺势做 那短线震荡难免 不要被甩出去 好 来看产业买未来 看筹码买现在 然后我们接下来 要跟各位再谈几个重点 台积电的好朋友 这一张我已经讲了 从讲了一个多礼拜了 我们继续来谈 那最大的普遍金额 就像我刚刚跟各位讲的 来 还记得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 那是过年之前 我去1月19号我去非凡 那时候这特别在讲 他也特别在讲什么 台积电的50在线 那时候我讲要先留意 设备的相关股票 所以大家帮我上了字幕 上了字幕 那时候我们谈到了 万论红硕 星云 还有这个生态 星云 今天 这个是之前1月份 一直在跟各位讲的 连金元店都一百 所以我们回过头 等一下 这个等一下 差点露馅了 没关系 没有关系 大家都知道我们要干嘛 今天有活动 如果大家都有看的话 今天有活动 继续往下看 你看连星云都 1020 这支红硕 对连红硕都 1020 星云是他好朋友之一 连红硕都1020 这背后代表什么 当一个产业 或者是一个族群 他出现了千金 就如同我一直在讲 这种大多头的一个方向 你就找机会 顺着试做 短线涨多震荡 押回再找机会 都很OK 反正你不要做错边 你不要做错方向 不要看他不爽去放空 就这样子 这个出现千金股 在这个族群 就要特别一直去注意 台积店好朋友 逻辑上就很清楚 所以吃香喝辣好朋友 给各位参考 那我们现在就要来去思考 星云从一月份 我们那时候在讲的时候 六百多块 现在呢 一千 所以如果你到现在 还没有赚到钱的好朋友 还不敢买股票的好朋友 都不要气馁 没有关系 或者是你嫌赚太少的 还想要赚更多的 都不要气馁 你都还有机会 我说讲一句实在话 在这种大多的行情之下 没有做到对的股票 很可惜 这辈子真的是白做了 哇 这么狠 因为那个行情是 很难得一见的 你什么时候看了 台股要攻两万了 真的 历史上到现在为止 我没看过 你没看过啊 对不对 老前辈都没有看过啊 没错嘛 我们讲的很实在嘛 是 对不对 所以这种行情之下还没有去做到 一种该值得做的一个思考 所以我有时候常常讲的那种不对的哦 整理太久的不要了 算了啦 你换一下 搞不好一下就 你搞不好你换到下一档是六百多块的新 这个什么红硕啊 对不对 无缘无故就一千了 无缘无故 没有啦 人家 人家还是有好的题材 对啦 对啦 所以有时候抱一抱一些对的股票 你放的放对的股票是很开心的 放错的股票每天都很辛苦啊 是 所以今天我们要进入今天的重点 哦 讲了那么久 老师啊 这活动到底怎么参与 终于哦 这档双题材股 讲了好几天 台积电的好朋友 也是市场上很少人在谈的 他是双题材隐藏版 那我稍微再跟各位解释一下 这档股票呢 他是台积电的好朋友 所以今年他随着AI伺服器的一个成长 所以新的产品贡献会显著提升 所谓的显著 我要跟各位讲 如果以数字来说的话 那就是倍数来算 倍数成长 跟你看这个 这个其实不用我特别解释 你看那个NVIDIA就知道了 过年前才多少钱 现在多少钱 他也是一样跟红硕 一样很夸张啊 没错嘛 过年之前那个什么 东京威力科创 日本的半导体设备龙头 过年之前有两万多啊 现在四万 哇 过年前 对所以那个逻辑是 你要去思考这个重点 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 一直抱着旧的股票 或者是不会动的股票 抱了两年三年就受不了了 所以我说我今天我不是神 我做错我会换啊 我干嘛让你抱那么久 何必呢 对不对 我们痛定失痛 所以得出来最佳的结果 最佳解是这样子 赚钱的关键是如此 所以看筹码买现在 看产业买未来 所以回过头来 台积电好朋友 新产品营收贡献显著成长 第二个 能源产品欧洲市占率 将挑战10% 是整个大欧洲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美国大厂今年拉获力道 从第二季开始会明显增强 这一点因为它也是跟上大的趋势 能源的概念本来就是 世界的趋势跟局势 对不对 技术形态 你放心 今天来出取这份报告 这一档个股的报告 只有一档 七个月的底部 筹码也洗得非常漂亮 阿翔老师 你很清楚 我知道长期看我节目的好朋友都知道 我们今天分享报告给各位 从来不会是长高高的 是 对 历经七个月的打底 所以您按赞 我分享 要怎么样索取 来继续往下看 这个进入最重要的环节 来了 第一个 要再 看清楚 麻烦 第一个 影片下方 你还没订阅的好朋友 记得 筹码相对论这边 把它订阅下去 第一个动作订阅下去 第二个 烦请您先按赞 第三个 留言加一 留言加一 在下方留言这样子 加一这样子 订阅按赞留言加一 三个步骤 订阅同朋友 订阅按赞留言加一 再来 好 第二个 你留言加一之后 截图下来给我 应该不会有人 不会截图啊 不会截图的话 就拿另外一支手机拍照 也可以啦 拿另外一支手机拍下来 你 因为每支手机截图方式不太一样 对啦 对啦 用电脑截图是也方便 手机截图也方便 那如果有长辈不会用的话 请你的 周遭 有没有人帮你拍一下 然后呢 拍好之后 传截图 赖给我 你看这边下方 就很清楚的这个留言 留言下来 再加一的截图 我看到这个说图我就会第三个最重要的一个步骤 直接回复给你 不需要任何条件 但是条件就是请你 这个怎么再讲一次 订阅按赞留言加一 然后呢 传赖 然后截图给我 然后我就会回复给你 然后呢 有趣的事情是什么 什么事情 直接回复之后 这是当初我做的活动 在11月份做的活动 那时候有好朋友也是留言加一之后 然后索取股票嘛 我给他的云品跟5伏 11月7号 我们来回复一下 好 回复一下 这2745的5伏 现在看起来很惨 对不对 11月7号 这一天 79送给你之后 一个多礼拜涨到97 好了 那云品也有坏也有冲 好了 这个步骤锁定好 然后呢 IAT记得 要参加活动的朋友 订阅 按赞 留言加一 截图传赖给我 明天直接回复你 好吧 感谢所有好朋友的收看 谢谢各位 谢谢 好 那也记得帮我们把影片按赞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结束 我们明天再见咯 拜拜 拜拜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人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善导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听什么歌吧 诶 中学同学 你下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哦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耶 那有sense了吧 拜拜拜拜